第七章 好我們再來看第七章 天長地久 我們常常講天長地久 這四個字就來自於道德經 大家都知道啊 天長地久 最長久的東西就是天地 那我們修行人要孝天法地 要孝法天地之德 天地有什麼德 天地有什麼德呢 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 以其不至生故能長生 天地 所謂天生地養 天地都在生養萬物的啊 天生地養 天不生天地不生地 它是生養別人不生養自己 它創造養育 生育養育萬物 所以它不自生故能長生 都是在奉獻 它沒有在求取的 都是在付出的 天地都在對我們付出啊 我們對天地付出什麼了 沒有啊 所以那個皇朝啊 唐朝那個皇朝還在做七渣杯嘛 天生萬物以養名 名無一物以暴天 你看 天生萬物來養我們啊 我們沒有一個東西來暴天啊 所以殺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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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殺光 那也是不對的 天生萬物以養名 不求一物以回報 它不會求你回報它的 天地不需要你回報它 所以 之所以天長地久是因為不自生 所以才能夠長生 才能夠長生 所以我們要效法天地這種 不自生 由天地的不自生 那我們把它引申成為我們的什麼 不自私 不要自私 人就是自私啊 甚至還把它合理化 叫做什麼 人不自私天誅地滅 你看 那就大錯特錯了 那應該人若自私天誅地滅才對 其實啊 你不要效法天地的啊 就算是萬物 它的一個真存的法則 都是不自私 我們身體沒有一個自私的器官 是不是這樣 眼睛會不會自私 我眼睛越長越大 肝臟會不會自私 肺臟會不會自私 它都是為整個身體服務的 是不是 這叫大公無私啊 身體每一個器官都是大公無私的 都是為公家的 有哪一個器官很自私的 沒有吧 所有沒 不要說整個所有器官 每一個細胞都不自私 每一顆細胞 它都不是自己長自己的 它都是為整個身體服務 你身體理院的 就是縮小到說 一個血紅素 對不對 它都是在為整個身體服務的 一顆白血球 它也在負責擔任我們的免疫系統 來對抗這個 它不是我白血球自己長自己的 它是要肩負的這種 消滅入侵的這些病毒啦 細菌 身體小小一顆血球 它都是在大公無私的在犧牲奉獻 也因為它 所以以其不自身 故能長生 也因為它不自私 以其不自私 對不對 因為它不自私 所以說 它自己才可以活得下去 如果這個白血球很自私的話 那身體被毀滅 它也跟著毀滅 是不是這樣 所以我們身體裡面 只有一個細胞是自私 叫癌細胞 癌細胞就很自私喔 癌細胞是不管別的細胞死活的 自己越長越大 所以叫惡性腫瘤 對不對 惡性腫瘤 所以說 如果你很自私的話 你就是這個人類社會的什麼 自己講 癌細胞 惡性腫瘤 對不對 你就是這個社會的惡性腫瘤 那個家庭裡面 如果這個人很自私 這個家庭的惡性腫瘤 那就要開刀 切除掉他 消滅掉他 要不然這個家庭就毀了 就毀滅掉了 最近不是還有一個 媽媽被女兒殺掉了嗎 對不對 那女兒就是自私自利啊 然後媽媽把他趕出去 他已經好幾次拿刀子殺他媽媽了 媽媽趕出去 他又不忍心又把他接回來 結果終於死在女兒手上 就是說他媽媽都侮辱他們 所以說受不了侮辱 就把媽媽給殺了 為什麼有侮辱呢 因為你自私懶惰嘛 對不對 自私懶惰 然後父母親就一天到晚罵你啊 最後就 就氣憤男人 就把媽媽給殺掉了 這種家庭悲劇 現在到處都是 不一定殺人啊 那種毆打啦 辱罵啦 那種屢倦不先 那就變成家庭的惡性腫瘤 所以不要學癌細胞 要效法天地啊 不要自私 不要效法天地啊 要效法你身體面的 每一個正常的細胞 都是不自私 都是大公無私的 都是為整個 為公不為私啊 這就是所謂的義啊 公的 就叫義 私的就叫利 君子和小人的分辨怎麼分辨 義利之變 重視公大於重視私的 這是義 這是君子 重視私大於重視公 重視自己個人的私利啊 大於公義的 這是小人 所以君子小人的分辨就這樣子 從這邊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所以其實我們這個社會 很多人扮演的都是 社會的腫瘤自己都不曉得 社會的惡性腫瘤 因為自私 而且理直氣壯的自私 是以聖人厚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 非以其無私業 故能成其實啊 所以聖人 他一般人就不同 聖人厚其身 聖人不會整天爭利啊 厚其身 他是讓利啊 他不會爭利啊 一般人就爭先恐後啊 要跑在前面啊 要去爭利啊 聖人跟我相反 我讓利 我好處讓給別人 讓利 所以厚其身 聖人的一個 基本的人生觀就是 退讓 有好處讓你去搶 厚其身 但是厚其身而身先 雖然厚其身 反而呢 在前面 越是退讓的人啊 越得到別人的尊敬 越是退讓的人 越得到天地鬼神的呵護 所謂鬼神啊 鬼神胡謙 會降服給千讓之人 就像我們人會特別欽佩那種 謙虛離讓的人 那我們只能佩服他而已 鬼神就不是光佩服你啦 鬼神他會降服給他 當然中國人講這個鬼啊 講的是祖靈啦 不是講的是那個妖魔鬼怪的鬼 中國人講的鬼講的是祖靈 祖先保佑的都是這種人 我們的祖先不是光我們自己的祖先啊 遙順羽湯文武周公 這種歷代的聖賢 都是祖靈 那中國人講的是神講的是上帝 那很奇怪 為什麼不講神鬼講鬼神 中國人就是這樣 神就是大水放在下面 千啊 對千讓啊 大的反而放在下面 小的放在上面 所以鬼在上面 神在下面 所以鬼神胡謙 所以說厚其身而身先 鬼神胡謙 降服給你 外齊生而生存 你自生死於度外 隨時準備犧牲生命 但上天就不讓你死 就不讓你死 上禮拜六 我到高雄去講課 他們那個領導 高雄那個我們去過的神威道場 那個林潛人大家見過嗎 80歲了耶 哇世界各國到處跑 那十幾年前的時候就得了癌症啊 那一種很惡性的叫黑色素瘤 有沒有聽說過 而且已經擴散到淋巴啦 血液啦 所有的器官啊 不醫了 外齊生 那時候那個 他們那個神威道場 剛剛開始興建啊 他有好多事情要忙 他哪有時間管身體啊 不醫了 放棄治療 幾十萬的道心啊 全世界啊 一直勸啊 要勸他去醫療 那被勸了受不了 趕快勸他一定要去化療啊 不行啊 你聖擔那麼大的使命啊 後來講了一句話 沒有人在勸他 要聊你去聊 沒有人敢勸他 到現在十幾年了好好的啊 上天不要這種人死啊 對不對 我就問他說前生 你那個 那時候那個癌症到底好了沒有啊 他說誰曉得啊 根本就不回去檢查嘛 誰曉得好了沒有 根本就不回去檢查 不當一回事 不當一回事 我那天去講課 早上已經講了一個上午了 下午我在那邊講了四個小時 眼睛睜得大大了都不會打瞌睡 勞兒不倦啊 這就是真正的綿綿若純啊 用之不盡 他都有去檢查啊 拍撩撩啊 因為從小勞動到老 一定拍撩撩啊 但是呢到八十歲還用得好好的 所以他都不去檢查 所以說外其生而生存 你自生死於度外 上天也不讓你死 就讓你活下來 這麼辛苦啊 他可以環遊世界過好日子的 但是到現在還在奔波再到 這就是所謂的外其生而生存 非以其無失業 不能成其死 就是因為他不自私嘛 所以反而成其死 越不自私 鬼神胡謙 是吧 然後百姓好謙 鬼神胡謙 百姓好謙 大家最喜好的 最愛好的就是謙卑的人 不自私 這個謙卑不是說 光好像謙虛客氣 不是 不自私的人 大公武士的人 犧牲生命的人 犧牲奉獻的人 他都讓利啊 他沒有爭利啊 他把自己的利都讓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能成其死 所以天地之間啊 要支持的 所有的這種資源 都會依註在這種 大公武士的人身上 大公武士 這謙講的就是 我都讓給別人 我都奉獻出去 所以我們要把自己 放在這個位置上 放在這個位置上 才算是放對了 這是正位啊